第一節 第三節 麥卿是不是有些事情要交代 我想要交代一下 為什麼汪精偉 其實汪精偉是國民黨的左牌 對共產黨很信任 同情信任 他信任的意思是你不會騙我的 共產黨是為國民黨好的 理想主義者 只是支持土地改革 當時 南京政府 蔣家石 清共 清交共產黨 汪精偉 當時也在做武漢國民政府的主席 當時是第三國際 駐南京的代表 貴家家 貴家家 不知道為什麼是神推鬼公 就是給汪精偉一些秘密文件 給汪精偉看 文件內容就說 共產黨加入國民黨 最終希望領導國民黨 寫明奪權 最後寫明將國民黨變成共產黨 嘩 汪精偉一看 咦 不妥喔 那就是 最終 你就是清淡身家 最後呢 就是貴家家這個告密 所以汪精偉最後決定 分共 舉行一個會議 最後分共 不過都很客氣的喔 其實阿慈青哥 你都很客氣的 汪精偉 其實呢 汪精偉呢 他都感覺到 就是說 共產國際的影響力 和中共在國民黨的影響力 威脅到自己 於是呢 他就想召開這個分共會議 但是呢 在分共會議裡面呢 其實 他之前會做少少事情 因為當時呢 軍隊裡面呢 有很多共產黨員的 因此呢 他呢 希望呢 利用呢 在廬山的一次會議 當時來說呢 就是江西的廬山 那就是呢 希望呢 透過這個會議呢 就將當時呢 他懷疑是共產黨裡面的 傾向共產黨的 將領的軍權呢 是解除的 那哪些人呢 會呢 是受嫌疑的呢 一個就是 賀龍 各位呢 要留意喔 在南昌事變 或者南昌起義之前呢 賀龍不是共產黨員 他從頭到尾不是共產黨 要去到呢 南昌事變之後呢 在談平山的介紹之下 加入共產黨 我想這裡要和大家交代 武漢軍政府當時有兩軍 一軍呢 唐新自領黨 第二軍呢 張法輝 張法輝下面呢 有很多共產黨的 張法輝搓很多信的 搓很多信的 他也是同型的 那麼 汪精偉呢 最後呢 就分共這個關係 就說 凡是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 然後呢 麻煩離職 就是公務員 特別公務員 軍隊啊 政界全部退出 必須要請走 就不殺退的 你還走 叫你自用走的 那麼 就 第一個會議呢 第二 所謂的盧山會議 就這樣決定 那麼第二 最慘的是 告密者 郭貴嘉嘉 最後就因為他被告密嘛 被汪精偉知道 跟著最後就被共產黨知道 最後就敵了蘇聯 最後這個就是 都很淒慘 下場都很淒慘 哈哈哈哈 國民黨要犧牲蘇聯人 就去了 一共就是慘 那麼 當時來說呢 其實如果看回 賀龍部隊呢 這個分共會議之後呢 那就是 有盧山會議 那就要奪取 即是要 剝奪 賀龍 和 葉挺等人的兵權 於是呢 他們呢 留意知道這個消息之後呢 就馬馬上 就離開一個 是 盧山這個地方 並且呢 將他的部隊呢 就帶到南昌 那 為什麼去南昌呢 為什麼在南昌那裡呢 要呢 是打響 所謂的 就是 紅軍第一槍呢 其實 南昌也有個原因的 第一 南昌當中 其實是武漢軍政府的時候 其實當時 我們現在是不是已經進入了這個南昌暴動 南昌暴動 七二十多 分共會議 其實如果汪精偉呢 當時不提出分共的話呢 基本上呢 他還沒那麼快 拍桌 是 最主要共產黨一直加國民黨呢 就希望 少本啊 控制你就可以了 舉手舉贏你 你不用擔心啊 大哥 很簡單 是 那在一個會裡面 因為當時國民黨很清楚是黨子軍的 那他們發覺不行 最後共產黨就不行了 上海被人殺到七零八零 死了二千人 是 那 你大吃過 北京就被人殺了 那不好了 最後發覺 不如建立地盤呢 不如他去哄河龍 然後加上一個業庭 不如索性就 在 就是南昌 他為什麼叫南昌呢 其實這是一個好地方 有三面群山有水 是 那這個是第二 交通便節 第三呢 他覺得 南昌 他冰多 是 他最主要是冰多 因為呢 南昌其實跟誰有關呢 是跟朱德有關 朱德呢 本來他是四川人來的 那後來呢 他在四川 就走了去 雲南地方 那就是這個 雲南武備學堂那裡 讀書 他是跟過蔡岳 去做護國軍的 那不是朱德 這個不是朱德 不是不是說的 那就是 朱德呢 就是當時來講 剛才那個業庭 這個業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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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重要的 而當時來講 南昌起義的時候 其實他是 南京市公安局局長 是呀 你數不方便嗎 方便 所以其實他 他當時來講 他在南昌的控制 是十分之大 還有 他的勢力 是最強的 如果當時共產黨呢 南昌八一之前 就是初月二十九的時候 他們都開了會 基本上他們覺得 第一 他就 模仿生日革命 佔領城市 跟著呢 跟著呢 群起參加 就是他們覺得呢 他佔領了南昌之後呢 其他地區 那些在國民黨當中的共產黨 就會起義的了 反正 反正 於是 一呼百應之下呢 跟著呢 南昌成功 打回武漢 佔領武漢 那麼 這個是他們的盆算當中 除了打去武漢之外呢 就是 他們當時的計劃呢 就是 後來引證呢 就是說 他拿了南昌之後呢 其實呢 他是想南下廣東的 是的 就在廣東那裡 就建立一個 是他們的根據地 那麼 現在講到那個 南昌 就是南昌起義前後 其實當時來說呢 除了賀龍部隊之外呢 賀龍部隊呢 很奇特 賀龍本身呢 是雙西人 不是共產黨 他又不是共產黨 但是他軍隊裡面呢 這個呢 這個呢 就是在圖中那裡 在照片那裡 這個就是所謂 當時的江西大旅館 就是 南昌起義那個地方 現在就做了 南昌起義紀念館 當時他們在這裏開會 其實他們 其實就不是8月1日 就是當晚起義的 本來呢 就 他們提早了 提早了兩個小時 提早了 提早的原因呢 就是 風聲酒樓 因為有個人呢 就是告密 當時來講呢 就是 二十軍 就是賀龍裡面的 那個二十軍裡面的一個團長 就將這個呢 信息呢 這個人叫趙福生 就將這個呢 暴動的計劃呢 就是秘密送給當時的江西省主席 朱培德 所以呢 這件事呢 被賀龍知道了 就馬上通知周恩來 我們說回賀龍部隊 賀龍部隊 其實很多呢 都是貴州人來的 這個就是賀龍了 這個賀龍了 兩撇鬍 共產黨其實呢 毛澤東也看得不順眼的 哈哈 那他呢 其實呢 因為呢 賀龍呢 曾經呢 是駐守過貴州的銅人 這個地方 那變了 在 咦 拆開 我指珍是不是 和賀龍有沒有關係呢 不會呀 沒有沒有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但是有些 丟了給阿門就找到 哈哈 無論怎樣說都好 賀龍 當時起義的時候 對他們的情況 就是對他們 第一 就叫一些年長 年以上 是 開會 開會 拍桌 我就 反正退 叫反正 起義 應該這樣吧 就是說南昌 如果站在我們泛藍的立場 我們叫做南昌暴動 共產黨叫起義 共產黨南昌起義 如果以前興這些 比較中立的 那叫做南昌事變 事變 總有大家有個立場 因為如果在我們泛藍來說 當時是暴動的 其實現在說暴動不爭 因為是軍隊 那些人 背邊 其實是半邊 南昌半邊 但是半邊也很暴動 起碼你是一個不正統的東西 沒錯 在他們來說 現在贏了 但是叫起義 吹起義 前興這些讀歷史的 就是我不偏左 不偏右 事變 是對的 我又不要叫你做暴動 又不要叫你起義 兩邊都不對 那就叫做事件最好 說回那晚 一夜 一舉旗 哇 很厲害 本來南昌城裡面 其實嚴格說國民黨 真的 終於國民黨說得很好笑 現在最大的問題 他們都是國民黨 他其實造成這個時勢 就是賴了國民黨 當時也是 他說他因為分共 你逼我的 而且就算整個城市搞得很混亂 搞得很混亂 都是你國民黨 因為我也是國民黨軍 他其實也是國民黨 不過當時他們就 以知識別 綁著紅布 那些是紅筋 那個頸就是藍著紅筋 那個手臂就是白的帶 對 總之以紅色為主 這樣就很厲害 你們 一夜之間搞定了 真的整個南昌被你佔領了 其實當時駐守南昌的部隊 除了在城外的雲南軍隊 電軍 還有在城裡面 就是呈潛的部隊 這些當時來講 南昌起義 即是南昌事件 二十軍 再加上當時朱德的部隊 其實是有兩萬人以上 兩萬多 四個小時 搞定了 搞定 當時來講 周恩來 代表中共中央 下去主持 有葉廷 賀龍 朱德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人物 這個就是蔡庭佳 蔡庭佳 當時來講 他不是共產黨 蔡庭佳當時跟葉廷 去到南昌 不知快樂 不知道為什麼 咦 是啊 當時蔡庭佳 都對國民黨不滿 於是 人家起義 他就跟著起義 誰知道 起義之後 咦 不妥 公產黨 於是 當 南昌起義 南昌事變之後的軍隊 就是 紅軍 南下廣東的時候 走了 蔡庭佳部隊 進入了晉賢院 就馬上說 不妥 快走 離開了 反正 離開了 其實這件事可以見到 當時來講 南昌事變 在裡面 其實有很多 都是不知咒女的 國民黨的將領 不知道狼居居加入了 不過我們也要提一提 南昌其實 控制了三天 是 三天 三天 8月1日 控制了 接著升起了旗 他就有旗 就是升起什麼旗 是 他就像那個 斧頭一樣 蘇聯 南昌事變之後 用國民黨旗 是嗎 他是很搞的 他那時候 因為他要 退回國民黨旗 但因為他強調 我才是正統的 我是正統的 孫中山信徒 但他做了三件事 第一 第二 社立政府 成立了一個叫做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 我是正統 武漢南京都不是的 第三 就實行了共產黨 一直以來的一個觀念 訓人的錢財 是 這個 果然 你講一下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 裡面真的有很多國民黨員 是國民黨才能加入的 今天也有的 現在也有 文革 現在叫文革 文革 那就是鄧彥達 沒有參加的 張法輝呢 這些都沒有參加的 說到這裏就冤枉了 他一成功之後 他就 說這個革命委員會 就舉個主席 主席誰呢 就找張法輝 但是張法輝沒有參加過 由頭都沒有參加 他還是不在南昌 大哥 他沒有參加的 只不過他 因為是帝軍頭 他們那些 那些 直屬上司 就搬了出來 等於跟 黎雄差不多了 不如黎雄真的整個人搬了出來 他由頭到尾 所有人搬了出來 由頭到尾 由頭到尾 他由頭到尾 當時分人錢 分了資本加錢 大家分人錢 接著派街坊 多開心 那當時他們開會 開會什麼呢 就專賠得 咦不妥喔 你們南昌暴動 抵大軍 圍繳 哇這個厲害 好像應該有十萬大軍 因為南昌是四戰之地 四周圍都有很多國民政府的軍隊 所以他們就撤出了 撤出就向廣東走 那三號走 三號走 他們對南華廣東 其實對南華廣東的一樣 他們覺得共產黨 在廣東是最有勢力 最多共產黨黨員 第二樣最重要 就是避開了別人的圍繞 而且他們仍然是用國民政府的名義 是南下 一直吹啤啤啤的 就是用譚平山國民黨 國民政府委員會 這個決定 我們就南下 就是修復趕啤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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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兩條路 是兩條路 一條路就向潮傘那邊走 另一路就向廣東那邊走 但是他們南下其實就不順利 潮傘被人圍織 於是當時朱德所帶領的部隊 他就要四處走 那走去哪裏呢 當時朱德帶領的部隊 就走去廣東和福建中間的地方 即省界中間的地方 就在這裏流傳 當時被中央軍 圍繞去 那他們呢 朱德部隊就帶領 朱德就帶領他的部隊 當時大概四千人 就是兩萬毒一路這樣打 被人打 打得到四千人 就走來走去 潮傘 去到這個潔陽 在這裏打獲敬 被人一路打一路走 那去到這個湯坑就大敗了 就是這個地方不知是哪裏 總之都是潮傘的地方 其實有一件事 大敗之後剩下兩百人 後來就被朱德部隊收編了 那一路去到呢 就是這個湯南 就是湯南的地方搞起義 就是搞這個呢 暴動 那去到這個階段呢 我想要帶出來 我想時間夠我們也要講 其實八七號的會議 八七號的會議 後來他們批評陳獨秀嘛 八七會議 八七會議 當時其實八七會議呢 除了批評陳獨秀以外 確立立三議員 其實還有一件事 就是毛澤東去長沙 毛澤東去長沙 所謂舉行一個抽收 他們的共產黨叫抽收起義 我們叫抽收暴動 毛澤東當時去那裏 其實對單人匹馬去 那裏有些國民黨的軍隊 不過已經改為共產黨 其實不多 兩千人有 八七會議 或者在這裏交代一點 八七會議是怎樣的呢 就是當時陳獨秀呢 就是被人搶了總書記的位置 就踢走了 就由李立三去做 李立三本身是流學蘇聯的 他就是當時很支持 共產國際那些命令的 當時來說 他就認為 這個人是教條 教條派 他就認為不行 有國民黨敢來壓迫我 於是呢 他就接受了共產國際的指令 就是要在四處點火 四處搞暴動 這個就是所謂李立三主義 其中一個就好像麥卿所說 毛澤東就去了湖南那裏 搞暴動 搞所謂的起義 不過這裏 其實他們主要想去 目標就是湖南長沙 其實毛澤東這輩子 第一步踏出真正他自己的政治舞台 就是所謂秋世義 秋生起義基本上 他就去 去長沙途中 其實被人捉了 被國民黨找到他捉了 當初被捉了 最後被捉了兩天 最後對自己走掉了 走掉了 就去到 當時其實他已經發動了 人家已經發動了 發動了起義 最後那些共產黨 國民黨丟了招牌 然後變成共產黨 當時他回合毛澤東 毛澤東就確認他領導 因為當時是所謂共產黨 中央派他來的 對毛澤東帶兵 其實只有兩千人 帶兵去打長沙 毛澤東 所謂熟讀三國這傢伙 即是 他一去看得不妥 理你你入山都傻 不如不要了 我們不打長沙了 我們決定上山 這個很重要 當時提出這個上山觀念 每個人都傻了 我們為什麼要上山 上山不是做山柴王 做土匪 但是我們做匪有什麼問題 共匪 所以 所以 因為當時那些人一直下去 其實被人打到七零八落 因為你抽收起義 其實抽收事變 基本上就是當時 中央的一些 不成熟和判斷錯誤的做法 在那裏 率領農民 率領工人 去打這些大城市 長沙當時來說是大城市 大城市 基本上是 國民黨的重兵 在那裏 而且 在當時來說 湘南軍隊 是以善戰出名的 所以 這個基本上就是 去送死的 送死 毛澤東 某個程度上覺得 他是 深於權謀 他經常說他一生讀三本書 一本是《紅樓夢》 一本是《三國演員》 一本是《真文正公》 家訓 他說三本書 不讀這三本書 你不是中國人 他自己說 那就是屬心 他引用了三個演員當中 走為上著 一大兵上山 那他上了什麼山呢 他一於去 就 井江山 就在湖南和江西的交界 井江山 那當時 這個抽收 抽收事變 就經過了一個地方 就叫做文家市 文家市的地方 就吸引了當時一個 很小的小朋友 就加入了 當時的共產黨 這個就是後來的 胡耀邦 所以胡耀邦 就在那時候 就跟隨毛澤東 就上井江山 當時他戴上井江山 一路開始 五千人 一路上 上井江山 最後打打打 沿途就剩下一千人 當時他為何要上井江山呢 因為文說 井江山上面 都有一些 兩支共產黨的 一個是黃黑定 一個是李佐 一個是圓文才 一個是黃佐 一個是黃佐 別記錯了 他會合 毛澤東上井江山 當時 中間的階段 其實他自己很聰明 他確立了一個 黨治軍 在中國共產黨裡面 確定了到今天為止 他經過江西永生村 三灣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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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三灣村 開會 就確定三人 第一 黨治軍 其實那些軍並不是他 他只是 農民 中共中間派對 他是黨委 共產黨在黨裡面 建立一個政委 黨委 黨代表 黨代表止軍 第一 第二 就實行土改 他很強 就是實行土改 他土改 就是當時是挺成功的 所以第三 你確定 他退了自己 停了戰略 敵來我退 敵退我進 這就是後來 後來所謂的十六字真言 1936年 不動是我不動 延安接受 美國記者訪問的時候 然後就說 我當年 在這個鄭江山 就訂立了十六字真言 這個真是 不過某個程度上 他是 中國共產黨 就在中國 建立第一個蘇維亞政權 就是他上去鄭江山 是 沒錯 1928年 應該這樣說 其實兩個第一 第一個就是說 他後來 在鄭江山 和這個 朱德 一起會師 建立了今天我們所說的紅軍 在當時來講 叫做功龍革命軍 的第一支軍隊 第一支軍隊 不叫做第一支 他不知道 他叫做第幾軍 他好像 我忘記了 第二還是第四軍 他就叫做第四軍 第四軍 其實有一件事 他當時本身的團隊 他就 只有1000人 他所稱 就叫做團 叫做團隊 團隊就上到鄭江山 我們跟大家介紹 大家經常說 鄭江山 鄭江山是兩個省的交界 是 山脈 岩脈 一個是湖南 湖南 就是我們叫做深山岳水當中 沒錯 第二 其實鄭江山的一道好處 裡面其實風源很大 幾千里 哇 人口又少 那些農民又沒見過世面 哇 你拿一支槍進來 千多人嚇得很傻 跟著他 就敲鑼打鼓 但是上到鄭江山 還是縮起政權 都要實行 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就是第一 分田地 不過鄭江山他有一道好處 他分田地 將全個院 交數 交人口 第二 四千公里 四千公里 交土地 然後分田 分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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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個程度上 都 挺好的 如果大家看過 楊子丹飛 以前那些 楊子丹飛那部戲 講的那些院 那些院 那些院 很多農民 中國那些村 很多 鄭江山那一役 我們 怎樣去鄭江山呢 我們還有時間講 那要講 慢慢講 8月1日 1927年的8月1日 在我們立場來講 有南昌暴動 在1933年8月1日 就變成了中國 公農雄軍的建軍節 所以大家看到現在 所謂解放軍 那顆星裡有個八一 就是紀念這個所謂建軍節 就是8月1日 八一部隊 那這個要解釋一下 就是 在這個抗日之後 才叫解放軍 在抗日之前 是叫紅軍的 所以現在大家看到 就是紅軍 就是第二次 國共合作之前 就叫紅軍的 說回這個階段 其實當時他爭論 建軍是不是用八一來建 當時爭論 因為最重要的問題 南昌的時候 毛澤東不在當中 所以其實當時爭論過兩樣 第一是八一南昌 第二是上鄭光山 那誰為準呢 最後當時沒有賽 事實上是南昌 所以最後在 所以最後在共產黨 我們一句話說 鬥爭史裡面 毛澤東很不信超賀龍 原因就是因為 八一建軍就是賀龍 不關他的事 對,不關他的事 對 來自灣諸德時都未必 不關他的事 不關他的事 所以毛澤東 其實某個程度上 在今時今日 如果你看很多書 最後文化大革命 整治就整治賀龍 對 好了 有人說想說一下大江東 是嗎 可以說大江東 有什麼意見 我又沒看過這本書 我也是看過別人的引言 大哥 我又不說裡面說什麼 究竟 司徒強 司徒華的家人 出這本書的目的 是做什麼呢 而司徒華留下的錄音帶 所說的話 最後由他司徒家族 出這一本書 去證明司徒華 生前曾經很渴望 加入共產黨 而出了這本書 說明他的身世 而司徒老人 在過往二十幾年裡面 對民主的貢獻 是一個很大的反差 究竟是想做什麼呢 不如我講一個例子給大家聽 大家思考一下 宋興玲 國父的太太 一生中 除了陪了國父 坦白說不夠十年 最後他在共產黨的社會生活 他在摩斯科 然後很喜歡共產黨 最後到他死的那天 都沒有加入共產黨 但是他死了之後 突然間無厘頭 追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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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產黨 這個是有例可尋的 第一 一個人死了 然後共產黨人說 他想加入共產黨 不過 現在我批准退了 因為他死了 就是 問題就是說 如果以共產黨的術語來說 是有計謀 有組織地 出這本書 令到司徒華 在民主 二十多年的民主 奮鬥的過程 是毀於一旦 這本書就是 還有你現在 那些所謂的 支聯會 或者是說民主黨 你怎麼自圓其說 就是司徒華 扣心扣命 又搞教協 又搞支聯會 又搞這個 當時港同盟 也都後來的民主黨 就是為民主 貢獻了那麼多心力 那這本書 就打破了所有他以前說的話 就打破了所有他以前說的 眼鏡 是不是 很多人打破眼鏡 打破眼鏡 中地眼鏡 香港眼鏡 所以那個問題就很奇怪 我們就很不明白 第一 我不明白 我不明白 我不明白什麼呢 我不明白司徒 這個已經是成為事實 我不明白 是不明白 民主黨現在這一幫人 看到大江東裡面的內容 覺得這麼出奇 其實司徒華過往的歷史告訴我 他絕對是親共的 不是今天才發現的 我們這些外人都知道 嚴格說司徒華對共產黨是有期待的 有情懷 當然有情懷 還有他 其實對反共 其實嚴格說他反當時的當權派 就是八九民運之後 如果我說的話就壓錯保 我想無論怎樣說都好 我們又去到這個階段 很難說什麼的 我們回顧一下 這個是奇聞其事 其實現在很期待 就是說 支聯會和民主黨 有些回應 現在沒有人說話 不敢說話 現在期待這件事 沒有人說話 他們想怎樣 你怎麼都要吵一下 你的黨邊 你師徒華叔 是支聯會的主席 現在發現他以前 跟共產黨這麼有關係 密切關係 1908年參加立法局選舉的時候 還要跟新華社交道 我參加好嗎 報告 報告 報告領導 我們很難搞清楚 他的心態是怎樣 我想肯定一件事 就是 死之為大 我們叫他華叔 他和共產黨之間 肯定是一個過去一直密切聯繫 這個聯繫 不是我和你之間 可以想像到的 所以最後五區公投 他又開始 快點做 應該做 快點做 結果 其實 一段時間之後 就完全推翻了 這個和他本身 有即可沉 和共產黨的關係 是很有密切的 我們大膽 大膽假設 小心求證 所以 大江東去這本 真是好書 還對清白 所以在書前一萬五千本 就順積賣光了 好像內地也有很多人想買 是啊 所以為什麼 他 危急的當初 其實北京想派專家來救他 醫病 醫病 對 不過他拒絕了 時間過了 很多網友 在網上 就留了很多意見 是 我們不好意思 沒有時間回應 下次再和大家交代 下一集我們再見 謝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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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